昆山龙哥砍人被犯杀案陈埃落定,讨论很多,但案发现场究竟是怎样的,央视今日书法节目利用第一手材料,首次还原完整现场。 于海明,一个老实人,如何被逼入生命的绝境,有是什么样的契机,令他奋起反击,在节目中一一披露,案发当日,讲述事发细节,就这一下把我看的人都疯掉了,感觉就死了,跟做梦一样。 2018年8月27日,晚上21点35分,于海明像往常一样,从酒店里打好下班回家,上了自行车,于海明骑行了几十秒,就到了事发地,载过几个红绿灯,于海明就可以到家了。 就在于海明等红绿灯的时候,突然一辆宝马车急驰而来,强行并入飞机动车道,宝马车勺先后下来为一个参白色提示的男子和一名女子,于海明和对方理论了几句之后,是他渐渐缓和了,可就在这时,有人从驾驶室里掺了出来,意外发生了,来久不善的正是刘海龙监控视频拍摄到的画面显示, 刘海龙对于于海明多次击打,于海明连连想躲,这时,刘海龙的朋友刘强强也加入了四打,二对一,于海明见识不妙,开始反击,我说,你们太欺负人了吧,看着貌不经缘的于海明居然还手,刘海龙转身向驾驶室跑去,拿出长刀,看到长刀,于海明傻了眼,吓得都不敢动了。 刘海龙用刀连续击打了于海明,砍到脖子的那一刀,让于海明意识到,他被冰入生命的绝境,就这一下把我砍的人都疯掉了,头疯了一下,他开始奋力抵抗。 就在这时,于海明的刀突然脱手了,于海明猛然醒悟,抢心一步从地上捡起了刀。 短短七秒时间,于海明挥出了五刀,先是一刀刺中了于海明的腹部,第二刀,正好于海明滑倒在的,第三刀于海明直披于海明的胸部。 但是感觉人疯了一样,太欺负人了,于海明复述时,讲到这里,忍不住抽气。 这时视频中出现了一个黑衣人,他是于海明的同事小柯。 由于事发太过突然,小柯一直在旁边拉劝,悲剧发生后,小柯第一时间报警,此时被于海明一只手紧紧的钻住刀,跑到刘海龙的车边,拉开车门把刘海龙的手机穿在自己兜里。 这些事都做完后,于海明端坐在地上,给公司老板打了个电话,告诉他出事了。 一个多小时后,刘海龙由于伤势过重,不惧身亡,案发第二天,看守所内度过不免聚业,居留这段时间,我心情很低落。 8月28日上午,昆山警方调取了监控,对事发现场视频进行逐一分析,警方,当目前为主,对方踢腿,尬,踹的动作,他一直没还手,被诊员打了六七下,这一下之后,他才真正的开始还手。 8月28日下午,昆山警方对于海明进行刑事拘留,关押于昆山市看守所,在看守所里,于海明度过了一个不免职业,案发第三天,想布置事件已发酵。 8月29日,这一天,于海明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,他不知道高墙之外,全国各大媒体蜂蜂而至,他的案件已经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。 案发第四天,得知龙哥死讯崩溃大哭,脑子一下就懵了,我觉得我要死掉了。 8月30日,昆山警方就掌握了证据,继续对于海明进行询问,出现在询问镜头前的于海明头发剔了,得知龙海龙死讯的他,这一刻真真切切的感到害怕,开始崩溃大哭。 于海明说,他从来没想过这辈子会杀人,在他看来,杀人是有成命的。 于海明,脑子一下就懵了,我觉得我要死掉了。 警方,你觉得他要把你看死是吧? 于海明,是,死了。 朝我后面,那么一下,脑子里瘟了一下,感觉就死了,跟做梦似的。 案发第五天,无比接耳中判来公正裁判,感谢国家、政府、警察,做出了公正的裁判。 案发第五天,对于海明来说是无比接耳的一天。 下午17点,昆山警方宣告,于海明行为属于正当防卫,无罪释放。 警方,现在对你预法宣布一个决定,我们对你解除取保候选,这是解除取保候选决定书。 你看一下,拿到解除取保候选决定书后,于海明激动多类。 于海明,感谢国家,感谢人民政府,感谢人民警察,对这件事情,做出了公正的裁判。 网友评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